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月8日 是星期五 期指和恒指 這個星期相對都在做好 我們看看在周線圖上 繼續挑戰保利加通道的上通道 還要留意一件事 之前的階段是掌頸 接著就擴散了 這個要下個星期回來 還需要一個強勁的上升 貼著這裏就可以去好 那什麼叫強勁的上升 起碼你要這樣 若然如果這裏好像這樣 可以升到1、2、3、4、5、6 6天的話 轉回來這裏如果又升到6個星期 1、2、3、4、5、6 即是華大障礙升到2月底 過年大家都可以 很容易夠簽派利是 這個是日線圖上面 還去到279幾這個位 我又再一次強調 這個支持位26791是很重要的 因為遇到791就是在這個附近這裏 這個位是破了它上去 然後再下來 這個如果是做得到好的 即使這個是一個雙頂起碼 加上之前那些可能有三頂 而上破的話 這樣這個上升幅度 以前都說過了 先上去29,000左右 升算了29,000之後 再繼續上次那次用量度 量度這個是升幅 都說可以應該去32,000至37,000 朋友問聖書貨櫃 看到的就好像 價錢又不肯出又不肯入 為什麼呢 這樣 聖書貨櫃起很早之前 任何這些水平是推介過 那當然現在升了這麼多 那起點 那它始終都當然要調整一下 我一定是看最近的航運業是沒有錯 是這個的是 這個復甦了 因為很多貨櫃 很多貨是出 出完之後 始終很多貨 也都現在去了美國等等等等 那其實 那貨櫃 就好像一個是發展商那樣 或者一個義房東那樣 它有這麼多貨櫃才能租出去 如果它的貨櫃是這麼多 它再繼續製造貨櫃出來 可以不可以呢 就好像它要蓋房子 是需要一個時間的 所以航運業復蘇 之前 這一層 起這一層 有線圖上來 炒上來 就是將以前是 閒置了的 看周圈圖 已經閒置了 一直都有貨櫃 沒有人用 即是有劏房 沒有人租 所以 不停留下來 因為 沒有生意 直到 到現在 九至十一 很多貨櫃要寄貨 要用貨櫃 因此就便升 過完聖誕節之後 將會怎樣呢 庫運 聖誕節 高峰期 過完之後 就是受貨櫃了 所以如果這個環境不是大好大好大好的話 這些貨櫃去到一月左右二月左右 用完了聖誕節那節再不適合去復活節那節 那就沒有什麼大節日需要貨櫃 因此在這點的時之中是應該考慮 是 它應該可能建了頂 當然它建不頂之後的問題就是它下來這裡 下來這裡的時之中呢 那你就看看 那為什麼還可以考慮買呢 那它這裡當然是賺了錢 賺了錢根本是要公佈業績的 業績的時刻是不是有分號呢 如果按照它的息率它有24厘的 不少東西的 那最主要就是它賺了錢 是不是真的肯派這麼多息 若然不會的話 那就還有一息 若然沒有的只要你一日未公佈 市場還是估計你一定賺多錢 等著你派息 不然你到時說別人派息 你又不是 別人想著你派這個是雞腿 你派就是雞腳 那就沒得說了 所以因此在這點裡面來說 需要考慮 是在一個低位才能吸納 所以你一個目標就應該要放貨 有個朋友問 他退休 他想買些股票可以退休用的 那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中移動呢 挺好 不過今天 中移動跌到一隻狗 對呀 如果你再做退休人士 不是等它要跌到一隻狗的時候 難道你等中移動一百元的時候賣嗎 當中移動下來四十元左右的時候 它的息率是有八離、七離的 那你作為了退休人士 有八離和七離的利息的收益 是否足以可以抵抗 在接下來這幾年 我沒有說是幾十年 或者十幾年 的可能通脹呢 估計未來的通脹 都未必會去到五個百分比 如果有八個百分比 你始終還可以抵抗 是否要抵抗的通脹 那當然 我要以後再說 這種所謂的收息多少 來抵抗的百分比 有時候有些不太靠譜 因為我們算通脹 算不上很多垃圾 那就是很多垃圾 我們是不要的 那現在為何會中移動跌到現在 是可以作為退休者 作為持有呢 很簡單 假設它再下跌 它的息口將會怎樣呢 是會越高 好了 它的被沽 是否因為業績不好呢 不是 是因為隔離火燭 隔離才要趕 特朗普趕了出來 就是為了 如果所有要製造一個 是退休投資高息組合的人 就可以來買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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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找得到 最近 中移動跌到來的狗 竟然一直都有 每天都有幾億的錢 來買它呢 這點 我又要再說一說 阿爺 建立這些 所謂的 國企 省企 市企 中移動 不是國企 不過應該是 南方方面 是國家的企業之一 它是不是軍方 不需要理它 不過作為有國家 有好大資本 一定是對的 中移動這些國家的企業 有國家性質的企業 他們的責任是甚麼 就是負責派高息 給養老基金 社保基金 和中國的投資者 為甚麼 阿爺要求所有的企業 國企 全部都要派高息 很多人說 他派高息來吸引你們 那些人去拿它 那些企業是垃圾 是的 建行是垃圾 公行是垃圾 他是全世界賺錢最多的銀行 那些叫垃圾 不過因為 大家看到它好像不升 就認為它是垃圾 但是阿爺就是 不想這東西升得太多 升得太多 那息口會多少 息口 去到可能好像現在很多 外國的銀行股 一厘兩厘的息 那麼 投資者就賺了價錢 那裏 阿爺不是這樣看 阿爺要買社保基金等 那樣東西 這些要30年之後 那些人才拿回一些東西 來做的 現在砰一聲 已經升到是300元 中移動價錢 那跟著到三年之後 又怎樣 就不動了 不動了 那以後再買中移動的人 就完全不可以享受到 那個社會制度 這個社會制度 給他們紅利 那社會制度紅利 就要壓低個股價 每一個人進去的時事中 每年進去 他都可以有 6厘 7厘 5厘 8厘 9厘 等等的息 不要小看這件事 你找他整個肯定 每年 如果有這個 假設有8厘息的話 大致上不用10年 你所收的息 是等於你的投入 那我再做一個退休者 我拿著他 我是不是可以在未來的10年 不需要擔心那件事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有一件事 就是 你見行公行 整天都不升 嘩 那樣 是呀 對的 因為他爺爺就是想他不升 是想將來的人可以去收息 所以 你如果是這個解決 不去這樣想的話 那你永遠 你不需要去追股票的價格 好了 好像匯豐那樣 給你追到300元 現在怎樣 落回來30元 怎樣搞 300元已經割了和青 這個是30元而已 現在呢 汁豆也沒有得很好吃 只但如果你買了過往那時候 你買了這個 這個 這個 是健康什麼 過往那10年 你找到 哎呀 真的沒什麼升 不過 你每有投入那些 你不會是真正有很大的涉獲 就是如果你過往那10年 你買了匯豐的話 到今天 你哭都無謂 所以這個一個是追隨那個是股價 當然你懂得炒股的 你便割和青 你不懂的 很多人好像退休者基金 退休那些這樣 有空只是走去這個 這個 就去神運 神運完回來的時候 都這個市 都這個走了 走了一大半 那怎樣搞 所以便應該買這件事 所以 凡是這些 第一件事你問 不要說煤炭股 煤炭股的周期性太大 電話 你日日要不要打 銀河 你日日要不要入 醫院 是不是日日都有生意 假設這幾樣東西的話 以後應該真真正正的就是 第一 買電訊股 因為未來的社會裏面 你沒有電話 你就錄青刀斷 第二 買銀銀股 國內的 為什麼要銀銀股呢 因為你要找這些的時候 你會慢慢找得到 就好 因為它真正定過台債炭 第三 買國家企業的地產股 其中一隻 就是中海外六八八 有些人問 哇 六八八總是跌倒一隻狗 那樣 就好 難道它升到天的時候 你追入 跌倒一隻狗 磚頭有沒有架 它始終有一天 它會見底 六八八息也不低 那你說不是啊 為什麼六八八跌得那麼多 其他也不跌的 是 因為它是國企 它不是其他民企 民企的老闆要托著股價 股價 你要做什麼 因為它可能將股票抵押 它可能等等等等很多東西 借貸很多 那它不是要托著股價 不是的 民企砍它 所以 即使作為國企 沒有問題 我又沒有錢 如果是中海外 我又沒有借錢 就讓它貸貸 所以中海外 不要因為它跌得多 而放棄了它 到有一天 它就會站定 橫行 就是入它的時間 這是作為做退休者 所做的事情 那退休者做了你 就是賺息 而且那間公司一定要怎樣 你死 它都沒有倒閉 我想請問你 你壽命有多少 你認為中移動壽命有多少 你壽命有多少 你認為中海外壽命有多少 我不說其他民企的 這個地產企業 你認為其他有多少 我舉個例子給你 是不是 有多少地產股 不見了 在香港的 是不是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有國家支持的 還有一個所謂的社會制度之下 它要保障那個 第四社保基金的收益 這個制度 美國沒有的 是需要很絕得中移動 作為做 如果你做投資者 需要考慮 好 中移動 很簡單 跌跌隻狗 嘩 都這麼多資金流入 當然 中移動只是香港買 國內的社保基金 百利息的 還不撲下來香港買 很簡單 你認為 你一日交易 幾億幾億 就算你現在的什麼幾億 這裡42億 這裡27億 你加起來的 始終是50幾億 大手沽的可能是一帆龜佬 你沽的 你只剩下50億 那知道社保基金有多少億 過幾千億 成萬億 所以我用什麼 全力 所以我都說 特朗普是很好的 我作為做這個 在中國 當然我沒有分 作為做這個 在香港的國內同胞的話 是應該感謝特朗普打壓中移動 還有一件事 不要忘記 我們的強積金 九成九都要買中移動 好了 掉到狗 好 流入資金還竟然多 有什麼好說 沒有多好說 就是講明的問題 所以 這個一定是沽很多 沽到之後 嘩 在周算圖上面 不得了 成交是這麼多 然後你看到成交 嘩 很近 市盈率這麼多 利息有8.5厘 嘩 你問 我什麼時候買好 下個星期 當然 你現在可以 今天下午買一柱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柱 下個星期 為什麼 因為 美國都說 今晚之前 要搞定它 在美國時間計 你是不是要沽到隻狗 星期一 給你星期二 清倉 做完了 我星期三就收拾你 但是 你會這樣想 其他人都會這樣想 所以 最好都是 今晚一柱 星期一一柱 星期二一柱 就是這樣 當你沒有那個犯規 都要沽上壓力 中餘棟 我想請問 在這個 周旋圖上面 他是不是去到這個位 我以前曾經估中餘棟 可以去到41元 當時很多朋友就說 怎麼搞錯 50元的時候 你說他41元 到今天 不要跟我說 好嗎 是不是 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 你一定要估計 沽首的力量 一定有一個 不好意識出來的 當然 如果突然說 不是啊 現在你可以買回來 這樣 你認為 回國內資金 撲不撲回來 一定撲 百利息的東西 哪裡有 所以 他一定撲回來 然後中餘棟去多少 給你60元 幹什麼 是這麼簡單 所以如果當中餘棟 去50多 60元 記得 又不要貪息 出了他 所以就算是退休 不要想著他就不收息 他有時候高了 你要估回他 低了要買回他 看著他息口水平 做買慢 好 有一個叫愛康醫療 也是朋友問的 愛康醫療問的時章 很簡單 最近是多了資金進去 看圖的話 你要知道他曾經有27元 現在就跌到這裡 最近是有資金進去 所以他就橫行 這個不是派息多的 是46倍PE 所以這只是炒 不是要來做退休的 好了 他現在是11元 升回到這裡 問題就是 他仍然在繼續上去 似乎 這裡已經握頸了 他開始會放寬他 放寬到上面 可能上面旺的目標 是可以去到17元 在這點裡 大家看著這個做 這只是炒的 不是要來做長渣 另外有個朋友問 華夏護深300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不過最近資金流向 就說他好像不太可以 不過長線就OK 因為你看到 華夏資金300 月線圖 細心看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 是穿了這個位置 即是說這裏做了一個大圓底 箱底 這裏就會在這裏 若然是量度升幅 即是由這裏升幅 就在這裏上面再量度上去 嘩! 就去到這裏 那為何會現在 又要跌下來 很簡單 升破了 作為技術上的後抽 還有這裏之間的事情 你看看 這些人的資金 收集了很多 去到這裏 他們覺得 好像貴一點點 又不是很肯去 那他便要下回到這裏 下回到這裏的話 起碼他不會下回到這裏 下回到這裏 下回到這裏上下位的話 或者去到低一點 去到這裏6元左右 那便即時想想 不要理他 華夏滬深300 很明顯 是包括了上海和深圳 這個combination是比較好的 因為上海的股票 通常是傳統一些 而深圳的股票 通常是即時是 進出一些科技股 那你希望可以長短打 那短線一直在升 去67個多 累回到6島 那希望可以這樣做得到 這個是日線的 有朋友問京東健康 京東健康呢 一直都有資金流出 到近日呢 有資金流入 那朋友在問股票時 真的好合適 如果你到昨天或前日問我 我告訴你 沽吧 不過我不會說沽 為什麼呢 因為跌到這裏 這個 因為它的日線 是很短的 很短命的 上次沒有多久 到198之後 跌到131 哇 不見了要60元 在這裏跌下來之後 然後再回到這裏 然後再回到這裏 那我就覺得這個整個是什麼呢 就是收水回家 到這幾天 這個小時圖 所以昨天到什麼 就開始升了上去 所以在這點裏 在這裏面 我就覺得 它應該是沉底 既然沉底的話 就可以考慮原價構 上面看多少呢 我不知道的 小小的 就看這些位置 多多的 就補回裂口 再多多一點點 你認為它好一點的 認為這個是 在這個互聯網 這個醫療是好的 那就升穿198 建200 那146去建 可能200 我是不是有癲癲的呢 不過現在 既然大家 人人都說它好 那為什麼 不是現在去到這裏 有反彈 你可以做 當然 它一彈到來 也將它彈下來的 不過 經過這麼長時間之後 希望它可以好一點點 如果真的在這裏 就在這裏 指示位 139 因為如果139 再跟著上去移一下 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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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到200元的時候 就不要說我 有什麼 有金不懂得收 就沒辦法說 今天推介的是 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 這幾天 都有資金流入 我又再說一次 所謂的 《喜經濟通》裡面的 大手買賣 就是一個訂單 是100萬元 那叫大手買賣 在這裏面來說 真的有這麼多 中芯國際 都被人制裁 都說要沽它 很簡單 你沽吧 給我們所有貨 給吧 看看美國人到時怎麼死 情況將會怎樣呢 在周線圖上 你就會看到一個 類似 可能是雙底的東西 若然它突破了這裏 再上去 看多少呢 32 一般大行比 現在最高的 是估計28 那我在26至32之間 說我都很卸賣 將28的下面減兩元 上面加幾元 當然不是這樣看 怎樣看 我等一下再說 去這裏 那你要問 喂 這裏44 為何不可以去回44 要去回32 對不起 44這個 那時是怎樣 是夢幻的 是因為回到國內 將去32是甚麼 是突破這裏之後 突破這裏之後 這些是良度勝負 32以至更加多去到36 不過我又不要說36 32好些 留下幾元 到時 好多怕有些金絲稅 差兩個先不到 然後跌跌下來 現在再升上來 你都不知道怎樣搞好 另外 將低位看 目的位看低些 那就容易大家都可以 因為反正有錢賺 好了 為何要看中芯國際呢 很簡單 你看圖 真的挺好 升破這裏 現在這裏當然有些 要整蠱後抽 如果後抽回來 就可以吸了 最主要有件事 我經常說 中芯國際 是 是沒有台積電那麼厲害 現在 現在 那 做甚麼呢 最重要的是 中國人現在 不是個個都電子產品 要7納米 5納米 3納米 1納米 很大部分互聯 互通等等 萬物互聯 是28納米 36納米 或者是156納米 都可以的 為甚麼 很簡單 很多的產品 是不需要那麼厲害的東西 即是說 大家去餐廳吃 餐廳用餐 你找不到刀有幾種 有些是塗牛油的刀 嘩 那些 真是好 不要聽 一塊貼片 剃鬚也不行 有些是切魚的刀 又是燉的 因為魚很軟 有些是切豬扒 有些是切牛扒 牛扒的刀可以賣到1000元一把 牛扒刀 為甚麼用餐都要有不同的刀 一角有其所用 用不需要去塗牛油 用一千元的牛扒刀 1000元牛扒刀 是7納米 3納米 1納米 不過 我現在只是切豆腐 你放雪條棍 我都可以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中心國際現在只做到雪條棍 慘得中國要人切豆腐的人 多 那他便有生意 最主要中心國際之前的不好 就是內鬥 現在解決了問題 你只要做那些 我不是那麼高端的事 我只是做一些中國市場 有很多需求的事 我便有錢賺 中國現在的一些芯片 是完全缺貨的 當然 一納米、兩納米、七納米 都缺貨 不過 不要聽 二十八格都缺貨 所以有些車廠 因為沒有這些晶片 竟然要停工 我只是供應 要搞定這些事 我是否都有錢賺 很多人 會看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跟火去火星對比 我們一般人 為何要去火星 去旁邊的火柴盒廠便足夠 是不是 我們不需要 所以在這點裡 我會覺得 中芯國際 只要解決了內部人事問題 他們的產量 只要做得到 好的高質素 不要有廢品 他們不是沒有生產線 有生產線 不過廢品多以前 沒有廢品的話 他們賺錢能力 在未來的一、兩年 是不可以預計那麼少的 因為我們很多的分析 是看過往的數據 現在中芯 你一定要看的是 市場上缺的東西 他能否做到 他能做到便可以有價 市場如果不缺他便能做到 會死的 他沒有價 只要市場缺的 如果能做到 他一定可以捐到價 現在中國的芯片業 全中國都在加價 幅度是說 10%至30% 中芯國際不要說多 加15% 對於去年的盈利率對比 是否多了很多 我是從這樣的看法 當然 如果當當到國內的芯片業 供應充足的時期之中 這樣便慘了 我便要對中芯 以後再想想 因為他可能做到出來的事 在時期之中 盈利的margin 不多 減少了 這樣便會慘了 因為我們要計 很多這些大量生產的東西 是要這樣去看的問題 我成本是10元 我賣11元 我便賺1元 賺的幅度是10% 我成本10元 我賣到12元 我賺的幅度是20% 不是賣兩件貨 不是賣兩件貨 同樣 如果我成本是10元 我賣出去 賣到15元 我盈利的margin 就是50% 就等於做一件好過以前 做五件 做廠是這樣計算的 我多謝大家 消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